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萧雪结婚以后 对她好点 好点 妈 你放心 得相信好点 得相信好点 都看见了吗 不管到什么时候她一个人是我妈 不管她一辈子 大哥 我不知道您来了 上楼坐吧 不用了 那有什么事儿 您说 跟宋建国离婚吧 我请你跟宋建国离婚 你应该知道 萧雪跟宋建国已经谈婚论嫁了 结婚照都拍了 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萧雪 会怎么样 我要是唐萧雪 我愿赌服输 爱情本身就是一场组局 别说没结婚了 就算是结婚又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 唐萧雪 唐萧雪跟了宋建国这么多年 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 我认识宋建国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第一次见到宋建国 我就想嫁给他 我这些年的等待 难道就不是我最好的年华 我来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宋建国是我弟弟 我比你了解他 他谁都不爱 就爱他自己 现在他能这么狠心抛弃唐萧雪 你就不怕有朝一日他会抛弃你吗 广东人说吃得要咸鱼就要抵得了可 我更相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 你以为抢来的会幸福吗 这婚你能结得心安理得吗 这么做你们的良心 就不会受到谴责吗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轻的 您倒好 一大白哥第一次见弟媳妇 就劝我们离婚 对不起 是宋建国跟我结婚 就算要离也得他来提 对不起 那好 今天来我就是想告诉你 有我在 这个婚你们结不成 两百平米的小王包子铺 已经在南门开张了 我把产情证给咱妈送去 咱妈不要 所以呢 变面我让大毛先打理着 每个月挣了钱 就把钱给咱爸送到养老院去 放心吧 你走了以后 就把这五月离开我 见过敌女人 说话也是不嫌不淡的 兄弟 你跟这儿待得冷静吗 我比你还孤独了 我比你还孤独了 有时候啊 那些那些对我吹胡子动 我跟他住上新房 一定会心向人看 可他们不会念我好 我在他们心里啊 永远都是恶人 恶人就恶人吧 所以啊 要想做成一件事 真的很难 你比我强 你走了 可你搏了一个好名声啊 现在全宁州的人都知道 什么是好兄弟啊 看看人刘晓旺 说不定哪天我嗝了 连个给我收拾墓地的人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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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周丽萍进医院了 初步诊断是精神肺裂症 现在小雪失踪了 整个唐家全乱套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建国闹的哪一处 他不娶小雪 他要娶谁 吴婷婷 您说几位主任 吴满腾的女儿 你妈病了 在精神病医院 你妈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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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谢谢你们还能请我们回来吃饭 我请的是你 不是你们 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老婆 吴婷婷 你们好 这是我孝敬二老的 不成敬意 妈 你们收下吧 谁是你妈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是宋建国的妻子 不承认 我不承认 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出轮班她也是女儿媳妇 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领问证就是合法复习 吴婷婷是吧 你能不能放了我们家建国 算我求求你了 她是有未婚妻的 她不能娶你 这个您得问她 这个您得问她 不好意思 我在下面等你 我说过什么 我去哪儿 你能找她 我去哪里 还要求你 在那儿 还有我 那你能不能承认 我 知道 在那儿 小雪 医生诊断 妈得的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谷 你进屋去 我和建国单独守了 老谷 回答我 老谷 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不娶吴婷婷 老谷 如果你不娶吴婷婷 你还是我宋子唐的儿子 我说过了 正我已经灵了 建国啊 东方厂你拆了 好死烦的事你都干了 看在小雪的面子上我忍了 现在你要婚婚 不要小雪 我却不答应 只要我活着 宋家就不能出你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丑生 不管您认不认我 您永远都是我爸 这是你送给我那瓶十五年的老谷 咱俩今天把它喝了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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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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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李渊玲打好招呼 可胡比红给我宝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娘笑一笑 好 这结婚照可是你坚持要拍的吧 给个笑脸行不行 你哭大臭深的 我一想起你爸妈还有你哥 对我那态度 都可笑不出来 跟你结婚的人是我 也不是他们 叫什么劲呢 笑一个 笑一笑 你能待会再看吗 看看试试 我回个电话 宋建国 好 喂 我要见你 马上 宋建国 宋建国 你回来 宋建国 宋建国 要和我一刀两断 对 一刀两断 脏事我干了 但我不想解释 就算我是陈世美 那你也应该是那个懂我的秦湘林 就算全世界都骂我 唾弃我 我都无所谓 我只需要有一个人懂我就行 那个人应该是你 你不是陈世美 我也不是秦湘林 我没有义务去懂你 从今以后 我们各走各的路 我离开国选 公司归你 不过亲兄弟养明算奖 何况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干了这么多年 我要三百万 多一分不要 少一分不行 三百万 你是在打我的脸 我宋建国的女人就是三百万 那你想怎么着 钱你想要多少都行 但人得了解 做人不能太自私 你永远是我宋建国的女人 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名分 但这个名分我迟早会还给你 我发过誓 我要让你成为全宁州最富有的女人 我会说到做到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干 但你永远是国学的大孤独 你还能再虚伪点 这不是虚伪 是承诺 我要让你知道 我宋建国离开你唐小旭 我所做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所以你必须留下 这么说 你一分钱都不想给 我的就是你的 宋建国 我 你一分钱都不gan 你就不要 ans 我 你有没有 你答说 你最要是你的 我 我 我好悔 滚吧 你现在可以去找你的新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坐 坐 坐 娘 婚礼筹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对了 爸 方副市长那麻烦您再去个电话 确认一下 他可是我们的证婚人 必须来 知道了 建国 你家人来还是不来 婚礼那天 可是有很多重要的领导要来 到时候别让我下不来台 来 一定来 好 算就好 来 爸 东方厂重新招标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事不严 情不预悦 不该问的就别问 爸 郭雪公司的招标书我已经做好了 正在打印 等打印完了 装定好了给您送一套 请您批评指账 警官啊 我个人认为你们现在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把你们俩的婚姻经营好 我呢 就听听这么一个女儿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她过得开不开心 幸福不幸福 至于国雪公司能不能中标 能不能拿到东方厂的地产项目 那是你的事情 有本事你就拿 没本事就看着别人拿 我是不会以权慕斯的 爸 我不管 国雪公司必须中标 就算是您送给女儿的陪价 吃饭 爸 我敬您一杯 我冲啊 不管怎么说 建国都是我儿子 明天就是他婚礼了 老宋啊 我知道你不会去 我是当妈的 我得去 妈 我陪您去 我把话放着 明天谁要去参加这个初始的婚礼 就是他送建国的亲戚 从今以后 不要垮进我这个门 你也一样 我去 老大你什么意思啊 那宋建国不是爱热闹 爱显摆吗 他不是把全宁州 有头有脸人都请过来 那我就让全宁州的人 都看个热闹 我帮他把这婚礼办的空前去 约我什么事啊 好端端的长发 怎么剪了 头发长 见识短 我把头发剪了 看看能不能长长见识 省得以后再被别人骗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爷女出来 就是想谈谈赔偿 给你三百万 离开国学离开宿建国 咱们俩亲 行不行 国学开办的时候 注册资金就是三百万 我拿的 唐小雪 我也是女人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觉得挺对不住你 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披婚纱的新娘就是了 我也特别能理解 被人横刀夺爱是什么样的词汇 如果需要 我可以跟你道个签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宋建国的妻子 合法夫妻 这一点 是不可改变的 五百万 加上你现在住的房子 算是我吴婷婷的成功 这样总可以了吧 做人要知足 你可以去全宁州打听打听 有谁能一次性拿出五百万险情 我想 为了我丈夫的前女友 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了 说完了吗 我不指望跟你成为朋友 可我也不想跟你成为对手 咱们退一万步说 你就当这是一桩买卖 咱们成交 既然是谈买卖 那买卖各方都得在啊 对不起 稍等片刻 唐小雪 你现在我十五分钟到 我这提前了两分钟 这什么情况 闭嘴 吴婷婷说给我五百万 外加一套房子 让我从国学滚蛋 从此离开你 现在你跟她说说 我唐小雪是什么身家 轻怕多少 不好意思 先告辞了 谢谢 卫帆 目 Calm ே 是他约的你啊 还是你约的他啊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 他说了你别挑事啊 我问你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 国学的股份已占百分之五十一 他占百分之四十九 这就是唐教学的身教 我就是一打工啊 这二位股东打工 希望二位股东日后 能够和平相处 和气生死 我认为您抵护了 我认为我们抵护了 不得祝福